南河泉来自山东河泽 今天周五呢 我要做一道香菇炒拉肉 这都是整理好的 清洗干净的 大家看这食材 这是辣椒圈 姜末和蒜末 这个是葱花香菜 接着时间呢 我把香菇来戳一下水 香菇戳水呢 水开后 再煮两分钟 就可以捞出来了 大家看 现在锅里的水已经开了 然后再煮两分钟 它捞出来 带用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拿出来香菇 好 我说大家看了 你吃饭的水 在这么多的水里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一扇的水 是 你吃得了吗 我可以说 那你吃得了吗 我可以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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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菇切好了 然后再把腊肉切好 给大家看一下我老婆切的腊肉 给大家看一下锅里的油温太多了 已经冒坏了 我放上鸭肉 放入腊肉 不炒不了吧 不炒不炒 不炒了 取免好的姜末和蒜末倒入玻璃 不仅的翻炒 炒出香味 倒入准备好的香菇 来一点酱油 因为腊肉本身就是咸的 我再放一斤点的盐 拜拜 我刚才尝尝尝尝 因为水煮了 这个腊肉 因为水煮了 olduğu时候腊肉又缠 ROM 来点清水 放入清水之后呢 盖上锅盖 这样炖了个十多分钟 炖十多分钟 好 咱们等待 好了朋友们 时间到了 我打开锅盖看一下 哇 好香啊 哎呀 这也瘦得差不多了 放上辣椒 辣椒圈 下面再放上香菜和葱花 好 关火 焯好了老婆 炒好了 炒好了老婆 出锅 出锅 炒香 一道香喷喷的 香菇炒腊肉就做好了 朋友们请看 咱往菜上看 别看我的眼 看一下兄弟姐妹 一盘香配配的腊肉 炒香菇已经做好了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既营养又健康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个赞 也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哦 再见